大家好,向大家推荐一个活动,Innovax 2017,5月30到6月1号,在世贸三馆。 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Computex,台北国际电脑展。 20年前,我刚创业的时候,就是跟几个朋友拿我们的作品到Computex参展,当时还得了一个奖。 Innovax则是Computex这两年发展出来的新创专区。 Innovax虽然新,但却一点也不简单。 在2016年,也就是Innovax创立的第一年,就集结了来自23个国家一共217个新创团队,共襄胜举。 至于今年,根据主办单位的统计,更有接近300对的新创团队,从法国、韩国、日本和美国来台湾齐聚一堂。 主要的创业应用方向,则以热门的IoT物联网、健康管理,以及我个人也很感兴趣的AR、VR为主,约占其中的一半。 此外,今年的Innovax也以新创生态圈、数位经济、物联网、AI人工智慧,以及政策科技等五大主题,分别打造了不同的论坛,也邀请国际大厂、殖民创投、加速器和孵化器这些代表参与讲座。 不过坦白说,听我讲了那么多,可能都还比不上去现场实际走一遭,一定会更有收获。 不只在台湾,说到新创生态圈和软硬整合,这在全世界都是很热门的议题。 今天,不用千里迢迢地出国,就可以在Innovax接触到第一手的资讯,掌握最及时的机会,机会值得把握。 再提醒一次,Innovax 2017,5月30到6月1号,在世贸三馆。